嗨 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纸张程式里面 所有的这些元素它的一个出现的动效 那么实际上这里面每一个元素它的出现动效原理都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进入CCD 在当前这个场景中那么有两个小数啊 我们以这两个小数为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出现动效的一个原理 那么首先我们要让这些元素出现 那么必须要先对这个多边形进行处理啊 那么像是这棵树正如我们之前所讲解过的 在上面是新建了一个球体 然后给它添加了一个解面 然后添加了一个置换的效果 那么包括它的树杆啊 也是添加了一个置换的效果器 那么要制作这样的一个出现动效 我们必须要把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多边形啊 全选它们选中之后右肩 连接加删除 一定要把它把它变成一个单独的多边形啊 才能够实现 那么并且我们要进入点模式 右键 给它油画一下啊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习惯 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下啊 我们有一些多边形对象啊 为了让它出现的效果更好一点啊 我们要选中所有的面啊 对它右键 三角化一下 那么像是这棵树啊 实际上它这边很多面都是已经是三角面了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经过这一步的处理 那么但是有一些模型像是这边这个树啊 它都是一个四边形 那么我们就可能需要对它进行一个三角化 但是这一步也并不是一定的 那么像是在这边啊 像是这个榜子啊 那么由于它的这个结构所决定啊 如果我们对它进行三角化 那么它下落的这个动画 反而没有原来这个好看 那么这个我们再一会儿啊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先回到这个树上面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里面的这些出现的动画啊 它一开始是在地下面 然后就会这样子手里出现 实际上啊 在这边是用到布料的一个原理啊 那么布料我们在之前章节 已经是详细给大家讲解过了 那么在这边我们选中这个树右键 在模拟里面给它添加一个布料标签 那么同时我们要选中我们这个地面啊 在模拟里面添加一个布料的碰撞机 然后我们现在播放 那么这棵树就变成一个布料 就会这样子下落到地面了 然后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对当前这个动画 烘培出来 然后反向的播放 那么就会变成一棵完整的这个树 那当然啊 我们在这边要制作这样的一个动画 实际上有非常多的细节需要注意的 就正如我们现在就是要调整它 让这个布料下落的时候啊 完全跟这个地面相接触 才能实现我们这个树一开始是从地下面 然后生长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动画如果是直接反转啊 是非常非常难看的 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这个布料标签里面的参数 我们选中这个布料标签 我们来看看在这边 如果我们直接把这个硬度 改成一 还有弯曲改成一 再来播放 那么它现在就会变得非常非常软 但是啊 它下落到这个地面的时候 还并不能跟这个地面水平相接触 也就是说它会有一点点露出来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数值改低 改成0.1 弯曲也是改成0.1 我们再来播放 那么它现在就可以完全跟这个地面相平了 但是它现在如果我们直接做反向啊 它就会直下直上的这样子一个动画效果 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看的 那么我们为了让它有更多的一些细节啊 所以我们在这边把它复位一下 我们可以对这两个时啊 做一个关键帧动画 然后整个的这个出现动画 我们预计它大概是两秒多钟 三秒钟的时间 所以我们在第二秒的时候 让它改成0.1 可以上一帧 那么我们再来播放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动画是不是就好看很多了 在它完全没跟这个地面相接触的时候 是有更多的这个细节 并且最后由于我们这个值变成0.1 那么它最终就会完全跟我们这个地面相接触 变成一个平面 好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动画的一个基本原理 那么但是我们现在看看它整体的这个下落的这个速度 大概是75帧左右 并且它一开始下落啊 这个数下落会有点感觉非常非常慢 所以我们还要对它这个质量增加一点 把它改成10 同时给它的这个重量增加一点 并且我们还可以让它这个帘子稍微开一点点 我们再来播放 那么它现在下落这个速度就变快了 然后整体的这个下落的时间 大概就是在60多帧的时间 就可以完全跟这个地面接触 那么也就是说它出现的时间大概就两秒多钟 好 那么这棵树啊 这个动画我们就调整好了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标签 按住可能键复制给我们旁边的这个树 那么我们这个树它是一个试边形的 我们先来播放看看它的一个效果 那么在这边看到啊 这棵树直接应用我们调整好的这个布料标签 它的这个下落的动画就没有我们这边这棵树好看了 在这边它有一个非常不好看的这个旋转啊 多余的这个旋转 那么我们要单独的对它调整一下它里面的这些参数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橡皮值啊 开高 假设改成40 我们再来播放 那么看到改成这个橡皮值增加之后啊 那么它这个动画就相对来说好看一点点了 那这个是最坏最快的一个调整的这个方法 那如果你想它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直接啊 可以把这边的这个硬度 从100%改成20 然后我们再来播放看看 那么它现在这个动画又有一些不同了 但是它这个旋转啊还是感觉有些多 所以我让它这个弯曲啊 增加一点把它改成80吧 好再来播放 那么它现在这个旋转啊就少了一点了 那么没调整好这些参数啊 我们这个下落的动画都会有所不同 那么现在这个旋转啊还是有点多 那么我们还可以怎么调整了 我们还可以在这边 把它这个连字值啊增高 改成2 改成2之后可以看到它这个旋转啊就变少了 但是它这个下落的速度又变慢了 那么我们继续增加它这个重量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选中这一棵树啊 全选所有的面 一定要在第0帧的时候啊 给它三角化一下 那么这时候我们再来播放 那么现在这个效果又有一些不同了 好那么这棵树我们就调整完毕 接着我们就把这些标签直接赋予给我们的这些大楼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直接赋予这栋大楼 这个布料标签复制给它 那我们把这两个布料标签啊 关闭掉 不要增加我们系统的这个运算速度 我们再来播放 那么看到当我们给这个大楼添加这个布料标签啊 它这个效果啊 很不好看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调整它的参数 我们选中这个大楼 首先它这个下落速度啊 非常非常的慢 并且啊有一种像气球一样 在这边这些点啊 已经是下落了 而中间这些面啊 还是延迟下落 那么这个原因就是 在这边 这个质量值不够高 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些布料是对于我们这个树的 所以我们这个大楼啊 实际上比我们树的质量会高上很多 那我们就把它改成150 再来播放 那么现在啊就不会出现刚才那种啊 气球的壮的一个效果了 但是它下落速度还是比较慢 所以我们还可以大幅度的增加 它的这个 重力改成59 哎 那么现在这个下落效果就比较好看了 那整体时间大概就是三秒钟 我们看到整体下落时间 在75帧的时候就消失掉 那么这个动画还是可以的 我们大楼可以让它稍微的慢一点点的出现 那么我们调整好这个布料标签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住compute键啊 直接复制给我们这边这个大楼 那么在这边我直接把它拖给它 我们来看看这个大楼 我们来播放 那么直接应用这个标签 那么像是这种凌乱的下落的这个效果实际上是最好的 那么虽然我们这个大楼的结构啊是四面铁 我们并没有对它进行三角化 那么它这种下落效果还是比较好看的 那如果我们在一开始 选中它右键 三角化 我们再来看看 那么给它增加三角化之后啊 那么就会多出一些 比较多的一些细节啊 反而就没有原来那么好看了 那么按compute键 退回去 好 退回去之后 那么它这个迭代啊 有可能会改变啊 默认我们在这个迭代一的情况下进行 往里应算 那么可以看到在四边体的结构之下还是比较好看的 那注意这个迭代值 如果它系统自动给我们36 那么整个下落的一个结果就会改变了 可以看到它现在是完全不会下落的 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它设置 自动分配我们的这个迭代值 我们让它在默认一的一个迭代情况下 有这样一个下落情况 好 那么这栋大楼我们也是处理完毕了 那接着我们看看这个大楼 直接给它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布料标签对它的一个效果 那么看到这个大楼啊 直接用这个布料标签的参数就没那么好看了 那么我们要处理一下 实际上我们这个布料标签里面的质量啊 是针对于这个大楼的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小平房 我们可以把它的一个质量改少一点 那么现在最不好看的地方啊 就是它上面这个屋顶啊 直接掉落到地面的时候 会非常硬的跟这个地面相接触 然后再下落 那我们用最快的方法就是给它增加一个橡皮 1 改成50 好 好一点点了 那么我们再来增加一点改成90 还是有一些硬 那么我们就把它再增加这个橡皮值改成96 好 那么它现在啊 接触到我们这个地面就是慢慢的弯曲下落 那么现在这个效果就好上很多了 那我们直接这个房子啊 就用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再看看它的这个 出现时间啊 大概在60帧 没问题 那么接着我们把这个布料标签 首先把它的这个直接给到我们这个最大的这个大楼啊 Building 8 那么由于它是比较大了 我们把这个质量再增高一点 然后把它的这个橡皮值改回来 那么像是这个大楼啊 它的这个结构 我们来留意一下 是非常非常规则的 那么我们来播放 那么它这边的多边形啊比较多 那么所以模拟起来也会比较的慢 那我们看看给当给到这个大楼啊 它这个布料标签之后 它现在这个动画跟我们前面的这些动画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前面这些动画都是有一些凌乱的感觉 而它是完全直上直下的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这是由于这个建模的过程中啊 它里面的每一个结构 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即便我们对它选选这一面 右键三角化 那么我们再来播放啊 它依然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完全是直接下来啊 没有任何的细节 那么像是这样的一个大楼啊 我们给它添加这个布料标签 让它直接这样子啊 布料下落 然后这样的动画实际上是很不好看的 我们还不如直接对它做一个缩放值啊 这样子出现的动画还更好看一点点 所以对于这种非常规整的这些大楼结构啊 我们就不采用这种布料的一个出现动画 那我们对于这种 我们可以在这边用它出现这个翻皮的一个动效啊 来制作 那么像是这个拱门 那么在这边啊 有一个翻皮的动效 让它这样子啊 翻皮折叠出现 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讲解了这个案例里面的元素 它直接下落的一个动画 那么下一节课我们就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怎么把这个动画烘培出来 然后进行翻转 那么我们下一节课再见